国内仍是狂犬病的高风险区域 为了强化防疫工作 新城乡公所每年配合华联县政府 动植物防疫所办理犬猫狂犬病巡回注射 而近年度新城乡从5月1号到13号 共举办了9场次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活动 请民众务必携带家中的宠物前往接种 预防家中毛小孩感染狂犬病 新城乡和一台表示 宠物是家庭的成员 它的健康关系着所有人健康 尤其是在狂犬病等严重团染病的防控中 更是如此 新城乡持续加强防疫的工作 保障民众和动物的健康 近年来也得到乡亲大力的支持 宠物注射率已经达到9成 明年花莲县的前茅 也希望民众能够继续支持政府的防疫政策 共同营造健康的居家环境 新城乡公所每年配合 和花莲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办理犬猫决疫疫苗防治工作 那近年来都收获得乡亲的支持 那我们注射率都达到9成以上 那狂犬病疫苗是花莲现在还有存在的疾病 那我们希望乡亲们都能够带家中的毛小孩宠物 能来施打狂犬病疫苗 若未施打依照动植物防疫法的规定 将处以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款 呼吁乡亲尽速来施打 目前乡公所还有三场 在嘉里村、嘉陵村及嘉兴村三场 那请民众配合公所的防疫政策 带犬猫一同来施打狂犬病疫苗 现在像还有上个场次狂犬病巡回注射疫苗 分别为5月9号嘉陵村天工庙 5月10号嘉陵村民友常青会 5月13号嘉兴村活动中心等等 会相信家中有未完成疫苗注射的犬猫者 把握时间携带红色注射通知单 证件以及宠物地点前往上述地点进行预防注射 以保障家中的犬猫安全 在这边的犬猫安全